提起郭敬安 不知道有多少人对这个名字熟悉呢 也许很多人对他的记忆 还是天下第一中的成是非 阿旺新传中的丁长旺 很多内地的90后对郭敬安的熟知 也是来自于电视剧天下第一 但是从此之后 郭敬安仿佛就没有了什么消息 直到2019年 有网友爆出一组郭敬安参加活动中 容颜苍老 面容僵硬 仿佛是换了一个人一样 郭敬安登上热搜之外 后面又没有了消息 那么这个曾经三次获得影帝 笔尖古天乐 被称为千面小生的郭敬安 中间究竟经历了什么呢 郭敬安出生在香港 直到20多岁才正式出道 出道之后 因为出演电视剧势不低头 演技得到认可 此后多次在影视剧中出任男主 郭敬安虽然出演很多电视剧 演技也得到认可 甚至在1994年的时候 郭敬安在电视剧中 笑看风云首次挑战反派角色 因为其精湛的演技 被誉为了千面小生的称号 但是在当时一个演员 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就是获得电视剧 最佳男主角奖 就是我们俗称的世帝 但是出演多部作品的 郭敬安似乎总与世纪擦肩而过 后来又因为出演了一部 悲情路线的电视剧 导致收视率直线下滑 郭敬安的视野受到了影响 加上当时跟签约的经纪公司 发生了合约纠纷 迫使郭敬安离开了无线 而这一走就是三四年的时间 最终郭敬安也因为心中的那个目标 又一次回到了香港 回到香港后的郭敬安 戏路比之前更加广阔 加上当时无线特别需要一个当红小生冲门面 郭敬安也就成为了炙手可热的角色 郭敬安一直接拍了很多角色 也参加了很多节目的录制 而正是因为郭敬安的努力 也遇到了自己一生中的挚爱妻子 郭敬安回到无线之后 一次需要拍摄旅游节目的特辑 郭敬安遇到了之前合作过的合作伙伴 欧倩倩 欧倩倩是一个歌手 这次也是因为工作需要跟郭敬安进行合作拍摄 没想到二人合作期间十分的有默契 你来我往相处之下便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虽然当时二人年纪相差很大 但是彼此的职业关系纷纷不被看好 但是二人就是不被看好的情况下 反而坚持了下来 当时的郭敬安虽然收入上没有什么大的起色 但是有了爱情的滋润 郭敬安似乎更加的有责任心 更加努力的扑到工作上面 一直到2003年郭敬安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 郭敬安在电视剧《憨夫成龙》中饰演傻子 丁长望一角 当年的这部电视剧最终大火 而郭敬安最终也完成了自己心中的那个目标 获得了年度最喜爱的男主角奖 成为了一介世帝 但是好运似乎开始眷恋郭敬安 自2003年之后 郭敬安再接再厉又拍摄了一部 《阿望新传》继续在电视剧中饰演丁长望一角 后来又凭借这一角色 在2005年获得了第二届师弟 郭敬安在获得这一奖项之后 也就是在这一年与古天乐齐名 郭敬安在与欧倩怡刚刚在一起的时候 郭敬安还不算是特别出名 虽然担任了很多部剧的男主角 也没有胆量给欧倩怡承诺 在与欧倩怡的相处过程中 郭敬安随着事业的不断风收水起 也终于有了底气 终于在2006年的时候向欧倩怡求婚 并举办了婚礼 历时七年的爱情长跑 也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婚后的郭敬安逐渐的开始回归家庭 而欧倩怡和郭敬安也生下了一儿一女 凑成了一个好字 二人虽然在婚姻上 有关于孩子的教育上存在一些矛盾 但是整体相处都是比较和谐的 郭敬安也十分照顾妻子的感受 虽然世界上不曾落下 但是也逐渐体谅妻子作为母亲照顾孩子的痛苦 自己平时对妻子和孩子照顾有加 并且在事业上也稳步经营 给家庭一个应有的安全感 但是随着平淡的生活的继续 加上郭敬安一段时间街拍的角色太多 很难从角色中走出来 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 甚至跟妻子也不断的发生冷战 二人甚至一路到了离婚的地步 后来妻子体察到郭敬安的情况 开始不断的鼓励他 用言语上激励他 后来正是因为有了妻子的鼓励 与支持郭敬安才最终走出焦虑 又重新开始了工作 而二人的关系也冰事前嫌重归于好 走出焦虑阴霾的郭敬安 为了给妻子和家庭更多安全感 又将自己的精力重新投入到了工作当中 其中对孩子的教育也和妻子达成一致 不再期望女儿可以出人头地 只要求平安健康快乐成长就好 心态也就放松了不少 随着心态的平稳 郭敬安的心思更加可以心无旁骛的放在工作上面 而随着郭敬安日真精湛的演技 郭敬安事业上也终于迎来了人生巅峰 2014年郭敬安主演的电视剧《中间人》 凭借剧中精湛的演技 获得了最佳男主角的奖杯 同时第三度获得失地 从而和李耀祥记录持平 事业达到顶峰的郭敬安 后来影片资源不断 后来也先后获得了不少奖项 但是都随着郭敬安开始逐渐回归家庭 加上年龄也逐渐大了 重心便不再放在工作上面了 所以后面的影视作品也越来越少 只是偶然会在影视剧中出现 我们对郭敬安的了解 大多是郭敬安在内地出演的一部电视剧《天下第一》 郭敬安在里面扮演古灵精怪的程世飞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中剧中一同参演的 比如李亚鹏 霍建华等人在数年之后 也都开辟了自己的事业 但是郭敬安留给当时90后那一代的 是不可磨灭的回忆 很多人也因此记住了这个角色 时至今日 郭敬安或许早已经不再巅峰 开始回归家庭 照顾自己的妻儿 甚至也一度因为容颜苍老 被今天的网友揣测 但是我们从郭敬安身上 看到了香港演员的时代的印记 他们只是将这一职业当作平凡的工作 也有想成为心中目标 努力拼搏 也曾经因为事业一度迷失自我 但是最终不抛弃不放弃 会继续努力奋斗 我们致敬向郭敬安一代香港演员 感谢他们给我们留下的美好回忆 同时也祝福郭敬安一家幸福美满 最后也希望郭敬安可以给我们带来新的好的作品 前几日根据港媒的报道 郭敬安在个人社交账号上罕见晒出夫妻合照 曝光了两人的近况 照片中郭敬安撇下一对子女 带着妻子欧茜仪到餐厅吃大餐 享受浪漫二人世界 他还为照片加了不少爱心箭头 可能是私人聚会 夫妻俩打扮得很简单 郭敬安身穿一件灰色卫衣 头发略显凌乱 已经57岁的他 皮肤紧致 皱纹 身材一点没有发肤 状态大好 与他小15岁的娇妻坐在一起 一点违和感都没有 欧茜仪身穿深色上衣 一头浓密的秀发随意的披散在肩上 衣着朴素 但难掩气质 他无论皮肤还是身材都保持的得意 笑起来少女感十足 夫妻俩紧紧的靠在一起 大秀恩爱 羡慕死了一众单身网友 大家纷纷留言称他们是模范夫妻 别看郭敬安夫妇现在这么甜蜜 实际上前几年两人差点离了婚 郭敬安认识欧茜仪之前 曾与歌手刘晓慧相恋 外形合称的两人 是公认的金童玉女 然而那时候的她刚入行没多久 在娱乐圈还没站稳脚跟 因此总是忙于工作忽略女友 以至于两人之间出现的第三者 继而分手收场 爱情失忆 事业也发转不好的她 遇上了欧茜仪 对方不嫌弃她的穷 陪着她一起熬过最艰难的岁月 让她大为感动 爱情长跑七年后 欧茜仪发现自己怀孕了 郭敬安于是负起责任 跟她求婚 并希望举办隆重的婚礼庆祝 没想到婚礼前夕 欧茜仪发现自己流产了 伤心不已 一度犹豫是否要继续结婚 郭敬安得息后 没有打退堂鼓 坚持与欧茜仪举行婚礼 结婚后 欧茜仪又经历了一次流产 两次流产的她 久久走不出阴霾 幸好有家人的支持和鼓励 调理好身体后 她最终顺利产生一子一女 然而欧茜仪因忙于照顾小孩及读书 郭敬安则片约不断 夫妻俩见面时间不多 话题越来越少 渐渐的感情变淡 差点离婚收场 郭敬安此前受访时大方承认 那段时间真的想过离婚 幸好咬紧牙关冲破障碍 她认为婉旧始终比分开容易处理 经过一议 她觉得自己到了另一个阶段 现在跟妻子相处更加舒服了 讲真 夫妻之间相处 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处理不好 真的会有机会从此分道扬镳 索性郭敬安 欧茜仪找到最合适彼此相处模式 祝福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相亲相爱 近日 著名影星郭敬安出席了新剧的开机发布会 作为TVB市地的郭敬安 平日里十分低调 因此这次罕见露面 让网友激动不已 与过去的形象相比 郭敬安看起来老了不少 网友们也对此展开了热议 照片中 郭敬安梳着齐刘海 脸颊很小 皮肤又黑 鹰沟鼻十分突出 只见他里面穿着剧中的角色服饰 外面套了白色羽绒服 一脸笑意 看起来气色很好 但是明显瘦了不少 尽管在眼镜的加持下 眼睛显得很大 但是眼角周围的皱纹和眼袋 还是非常明显 作为目前TVB男艺人中的演技担当 郭敬安因其低调的形式作风 除了拍戏 很少参加其他活动 每逢TVB的大制作 一定会有郭敬安镇压 算得上是TVB的王牌男艺人 这次拍摄新剧 郭敬安也是稳居C位 地位之高不言而喻 除了演戏外 郭敬安的业余活动并不多 不过他在平日里 有投资店铺做起了老板 虽然低调 但是身家颇为丰厚 已经57岁的郭敬安 面对自己的年龄见证 仍然能坦然接受 并选择不同的戏路 钻研表演 凭借精湛的演技 为自己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相信未来郭敬安 会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